秉持福音传回以色列及国度意向 大卫会幕祷告中心在2020年8月1号这天 欢度成立20年 并建立一个来SIA Studio学房 设置网路媒体摄影棚 要将国度中的祷告领受及先知性信息 传播到全球 在全球复兴浪潮中站上浪尖 Eglisea他谈到的就是七三 我们要在职场使徒网络 所以他谈到的是影响力量 比如说我们会了解像现在许多的媒体 它带来很多的假的信息和各样的影响 可是没有一个拨乱反证的信息 是从神国的眼光来做的 所以我们所谈到的方面 我们聚焦在整个国度方面 大卫会幕创办人张启明长老 回顾成立20年的历史轨迹 现场特别发下麦克风模型 象征大家拿到发声权 为神站立在职场山头 对全球发送祷告及时信息 将亚细亚华人的声音传回以色列 我们借着网络媒体 我们不断地把不能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用媒体的力量 我们把这些的议题 把这些宣教 我们带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那我相信TOD学防是一个先知性 先见性 国度性的一个非常时代的先锋 特别这一次的转型 能够朝向媒体前进 我相信这是疫情 后疫情时代 我们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工具 大卫会幕将持续在各山头 建立使徒中心网络 期盼更多年轻心血加入 转化城市国家 独播剧场——帧 infinity